豐富的石油 讓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成為中東最富裕的國家之一 但現在面臨減少化石燃料的轉型期 這個國家把眼光望向未來科技 2017年指派全世界第一位人工智慧部長 就能看見在這個領域發展的野心 我從來沒有認識一個 機械智慧智慧 你是唯一的嗎 是的 我唯一的 你現在有一個機械智慧議員 因為它會很瘋狂 我不會覺得有人會再嘮嘮 後面的聲音 根據這位人工部長預估 到了2031年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有高達14%的GDP 超過1000億美元 都跟人工智慧有關 我們需要考慮 是我們使用這個技術 來自動化 例如我們可以使用AI 去減少池池 讓我們確保所有的機械智慧 都能夠改善 我們要明白 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建立新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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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些東西都會導致AI的利用 人工智慧部長 專門研究人工智慧的大學 這是一個興趣的 創意的地方 我們有這些建築 建立新路 所以學生都會在公園 很近學生 目前學校有250名學生 第一批畢業生 已經走出校園 成為阿聯在人工智慧發展上 重要的人才 這所AI學校強調 不只是理論 科學 更多實際層面的應用 要把阿波達比推動 成為AI的研發應用中心 如果你看到 Silicon Valley Silicon Valley 是 一個關鍵的成果 從 一個關鍵的研發 學生的研發 這所AI大學 除了研究深度學習 尋找人工智慧的應用層面 還專注在醫療產業的結合 AI大學校長強調 雖然成立只有短短幾年的時間 但跟像是麻省理工學院等知名學府相比 這所人工智慧學校擁有更豐富的資源 提供合所在 AI社會有本身的 研究能力 對現任何 對面的研究 有著重量 在新的技術上升到新的技術 而在新的技術上升到新的技術 在新的技術上升到新的技術 杜拜以及阿富達比 都力偏要成為AI智慧城市 準備把人工智慧廣泛應用 在不同的領域 包括公共建設還有教育 都利用包括CHAT GPT等人工智慧 軟體展開升級 大膽展開測試 準備成為中東地區AI產業的領頭羊 TVN新聞綜合報導